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乌克兰宣布击落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我认为这还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意义的一件事 另外呢 就是我们来再分享一段巴赫木特市区内的战况 根据这个视频呢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普罗格金到底最近为什么在视频上向俄军发炮 说弹药不足 也就是说他跟俄军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 他们确实不是私人恩怨 完全是一种战术理念上的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乌克兰军队发布的一些视频 我们就能分析出来 这主要的矛盾是在哪里 好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乌军把俄罗斯发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击落的事情 这件事呢 实际上是非常有标志意义性的 俄军一直认为他的高超音速匕首导弹是无法被拦截的 也就是说是俄军的一个杀手锏 我们说呢 在俄乌战争当中呢 双方啊 打到目前这个程度来讲 双方实际上还是留有余地的啊 为日后的谈判留有余地 也就是俄军始终没有去轰炸总统府 总理府啊 以及议会 这些建筑物都没有做 但是呢 应该说俄军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而且俄军 即使在乌克兰啊 现在防空力量已经得到很大加强的情况下 俄军实际上手里还拿着啊 匕首这种导弹 也就是说俄军始终提醒乌克兰 我有能力打击你任何一个地方啊 不管你的防空力量如何 我都可以打你啊 我用这个匕首 但是说呢 最近爱国者进入到乌克兰以后啊 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最明显的这例子就是把匕首导弹给打下来了 我们说呢 匕首导弹它的过人之处在哪呢 在这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确实是从技术性能上来说啊 它有很多超出一般对地导弹的这种能力 首先它的发射平台是米格31 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米格31是非常落后 非常陈旧的一个机型 为什么非要用它来发射 没有用其他的战略轰炸机 T95啊 T160啊 就是因为米格31 它虽然老 但是它飞行速度特快 它可以达到每小时3000公里 它作为一个平台 在发射啊 匕首导弹的时候 它的出速度就非常的高 也就是说啊 匕首导弹从一离开飞机机身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所以你的拦截的起点就很很难 而且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它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 也就是说 现在的防空导弹 一般也就是4到5倍 所以你要追上它 那是不可能的 你唯一把它打下来的可能性 就是你迎头 或者说你从某个角度 跟它能截击它 啊 我没有能够能力啊 去分析这次 到底是怎么把这枚导弹给打下来的 但是可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 呃 我们能看到啊 我们能看到这个导弹确实被击落了啊 现在有图片 而且我们注意观察啊 匕首导弹的 它的这个弹壁啊 非常的厚 也就是说 它的高速飞行的时候 实际上温度是非常高 它还要做一定的隔热 这些东西 所以这次的被击落呢 啊 当然了肯定是又为爱国者无形当中 做了一次广告啊 同时呢 俄罗斯可能大失所望 也就是说 啊 它的鼻手导弹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啊 击中目标 当然我也不能说爱国者就能百分之百的成功拦截它啊 这个未来我们还要再看 但是可以说这种超高速啊 啊 对地导弹的这种理念不完全成功 最起码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好 我们说完这个重要性之后 我们来啊 看一段巴赫木特的啊 实际的战况 我们来分析普洛格金和俄军啊 他们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 他们在战场上到底在互相说什么啊 我们先大家看一下后面那高的建筑物啊 非常令人伤心啊 就是一辈老人啊 在这个你看这浓烟滚滚的这战场上在这走过去 我觉得乌克兰士兵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这个画面呢 我先停在这 我就把这个地点啊 给大家先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 到底这个普洛格金 嗯 跟俄军在这吵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呢 这个地点就是乌坎的啊 这个他叫工程与教育学院啊 这个 这个行程大概就是从这个位置啊 走过来的 我们说呢 后头刚才那个高的建筑物是什么东西呢 是大家注意的看啊 实际上这个也是呃 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我们曾经 就是他这个教学楼 这个教学楼 他是从对面这个位置啊 斜着看过来的 大家可以注意看啊 这个行程走过的街啊 都是五六层这种楼啊 顶上有这个 嗯 顶上有这个烟囱啊 烟囱一类的东西 啊 这就是两百多米 他这个人就站在这上的 能看到这楼啊 隔着他 好 那我们就说 现在说啊 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说普洛格金跟俄军 到底在吵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眼啊 呃 在这个整个画面当中啊 建筑物还是相对比较完好的 啊 也就是说 呃 整个乌军 乌军的公式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可以看一眼啊 这个 这个前头这个卫生学院 和后面这教育学院啊 都是呃 乌军的重要的防御阵地啊 这一片区域 我在前头视频 也跟大家讲过了 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说 呃 他的建筑物的呃 体量都比较大 啊 我们说这种六层的楼 还有更高的楼啊 非常的多 所以面对这种攻势呢 俄军采取的方式呢 呃 就是炮击 他单兵通过凡特克导弹和单兵进行突入啊 这种战术啊 他肯定尝试过了 尝试过以后 他会发生这个伤亡率非常的高啊 所以这是普洛格金现在非常恼火的一件事啊 他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啊 他在这个人员损失的这边上啊 我不在这放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个视频不太好 嗯啊 他认为人员伤亡太多了 这什么原因造成 他的造成这个原因 就是他在利用 在没有这种火炮援助的情况下 利用单兵进行进攻 你在单兵进行进攻的时候 非常容易被对方的狙击手 被对方的火炮啊 呃 杀杀伤掉 近距离武器吧 呃 乌克兰可能还布置了大量的宽刀 也就是那种地雷啊 遥控地雷啊 等等 所以这是普洛格金啊 非常生气的 普洛格金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就像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这样 他希望俄军啊 通过炮火去轰击这些建筑物啊 我们说现在俄军的火炮 完全都是在市区之外啊 都是建苗的 没有直苗的 所以他的炮啊 不会打得特别的准 而且这些炮我们可以看 刚才他对这个平顶建筑物 为什么我把这段给大家放转 呃 那个建筑物相当的结实啊 你看打了几炮 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啊 伤痕了 啊这种 乌军在防守的阵地上 使用的全是过去 呃 这个可能苏式建的这种建筑 都是这种 公共场合的建筑 它并不是那种普通的住宅楼 我们看啊 这是普通的住宅楼 这个宿舍楼 这是在卫生学院啊 这个区域打的 然后这个 这个区域呢 你从一个侧面 你就能感觉出来 就是说有些楼已经被呃 俄军毁坏的很厉害啊 用火炮 所以这就是普洛格金希望达到的一种效果 就是说你国把你国用火炮把这些房子都轰成这样 让这个让这个乌军啊都在里头待不住的情况下啊 这个时候我的人在进行进攻 他认为这样的人啊 这个损失呢 比较少 但是我们说这可能吗 就说你目前对于俄军来讲 如果用这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 你用这些火炮啊 你看他打这个卫生学院 实际上他打的就这么两三个楼啊 实际上我相信已经是很费劲了 你打后头这么长的一栋楼啊 包括这个这个工字工字型的这个建筑物 你根本就都打都打不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矛盾啊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俄军他可能愿意进行炮击 但是他确实他做不到像普洛格金希望的那样的程度 而且我昨天我也谈过了 就是说你如果真是寄希望于把这些所有建筑物都炸毁的这种模式去进行进攻的话 那你就是用航空炸弹 否则达不到那个效果 而且这些啊这种老式的苏式房子啊 很多朋友实际上原来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住过 就这种房子底下全有地下室 你你表面上这几层打掉之后啊 地下室里实际上还是有人可以啊 因为他地下室啊是半路出来的 实际上他还是可以躲在里头啊 等你炮火过完以后他还可以出来进行战斗 而且我们可以看刚才这个画面啊 这个看老人的这个视角 也就是说这个士兵实际上他还在比较高的楼层上 也就是这个时间段俄军还没有对防顶啊 或者对高层啊进行攻击 好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析到这